枪炮声震耳欲聋 俄乌战况持续激烈 不过这里不是一般战区 因为旁边就是全欧洲最大核电厂 一不小心整片大陆跟着一起陪葬 俄罗斯总统普丁指控乌军滥炸核电厂 打算借由假骑行动 将核危机甩锅给俄军 不过CNN戳破普丁谎言 直接秀出卫星照 显示目前核电厂内并未受损 还指出不断在核电厂周边地区 发动攻击的其实就是俄军 从核电厂外泄影片中 更可以清楚看到 许多有着英文字母Z的俄军军车 停在工厂里面 俄军迟迟不撤军 还反过来试图污蔑乌军 不过有6座反应炉的核电厂若爆炸 将重演36年前 车诺比核灾事故 不管是谁拿全欧洲人性命开玩笑 俄乌双边目前唯一共识 就是避免核危机爆发 克里姆尼公也表示 普丁和法国总统马克宏通话后 同意最快9月 让国际原子能总署监察员 进入核电厂视察 与此同时 美国时代杂志揭露 美军正透过模拟器 悄悄训练乌军如何驾驶 冷战时期美军油株攻击机 CN报道指出 美国国会正在评估 是否提供武器需求 就算最终没通过 提前训练乌军的成果 也不会白费 只是核危机一触即发 俄乌双边虽然同意国际介入管理 只怕战况恶化 所有努力恐将功亏已亏 三里新闻这条报道